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评选颁奖典礼 共颁发了年度六大奖项 总奖金高达18万 今年首次纳入广播及Podcast等生意类的儿童节目 参加评选竞争相当激烈 美观也相当感谢中佳宽评连续四年赞助经费 一起来推动儿少优质节目 关心儿少的视听传播环境 画面现场是第22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评选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指出 因应多媒体世代来临 与儿少收视习惯改变 今年收件首度纳入广播等声音类的儿少节目参加评选 且不再仅限于纯粹的国人自制 今年共吸引84件节目作品参加评选 角逐各大奖项 最后由客家电视台音乐关键字 夺得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 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讲课广播电台的耳工探险队 则是夺下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的殊荣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颁奖典礼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热情的地方 对然后刚听了这么多的前辈先进 以及每一位伙伴说的话 我都觉得在台湾应该要更加的努力 来做更多的儿少节目 这个发展非常的重要 那么音乐关键字呢 是一个音乐科普的动画系列 我们期待是可以引起孩子们阅读的时候 观看的时候的共鸣跟共感 更重要的事情是引起对科学的重视 我相信评审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严谨 因为我们听打了三集的逐字稿 就是我相信评审真的是想要好好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需要这样子的逐字稿 你们也非常非常辛苦的去阅读 真的非常谢谢评审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肯定 我们很开心能够用儿童的视角 做这样子的一个广播节目 结合N2三家专重 就是哈嘎发啦 对然后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节目 得到这样子的肯定 什么太嘎 谢谢 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家宽评 也连续第四年赞助活动 中家宽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 也亲自出席颁发儿少评审团奖 好 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儿少评审团奖 得奖的是公共电视台下课花露米撞油闯天下三 恭喜 首先谢谢美关基金会与评审对下课花露米撞油闯天下的肯定 给予这个公司超过20年的老牌儿童节目厚爱 其次要谢谢所有参与节目上山下海 还有无数个夜晚熬夜赶稿 以及后制的所有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在这边谢谢这个美关基金会的邀请 让中家集团有机会能够参与 然后共同来推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台湾儿少优质节目的评选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所以我在孩子小的时候 的确我非常 尤其他在学龄前的时候 当时网路不是那么的发达 所以为了取得很优质的节目呢 我甚至要请这个国外的友人帮我从电视上录下 在那个年代还有VHS 可能比较古老了 那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创作者 以及这么多元有创意的节目 我还蛮惊讶 而且觉得很惊艳 那所以我想从中家集团的角度 我在这边也允诺这个罗董事长 我想中家集团会继续支持 2023年的这个评选 好不好 另外年度最佳主题特别奖 多元族群融合 由客家电视台的客客客栈 皮剑闯世界获奖 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由公式的极乐世界获奖 而为了持续扩大影响力 美观今年也特别举办线上影音展活动 最后由Podcast童话透中岛 以3282票一举拿下 年度最佳大众票选奖 今年的评选活动和颁奖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今年有增加了声音类的节目 特别是以Podcast的这个格式 这个形式来呈现 另外就是我们也接受了 除了传统电视台之外 来自于OTT平台的节目 此外今年我们举办了 很大规模的线上影展 以及观众票选活动 今年参与票选活动的观众 总数达到了一万八千多人 不只限于台湾本地的观众参与 也有来自于美国 加拿大 以及日本的观众 热烈地参加 这些观众的回想相当的大 此外今年参加的 在台湾的评选的节目 数量也非常的多 总共有84个 包括影音类跟声音类的作品 节目 然后显见台湾的儿童 及少年优质节目的制作团队 非常的努力 也为台湾的儿少观众提供了非常好的节目 对于台湾的进步 以及对于儿少的视听福利 有很大的积极推动的作用 我对于客宇的节目 我觉得他们在创新的独特的风格上面 表现非常的优秀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亮点大爆发 特别是在动画节目 动画的作品 然后另外 我觉得很压抑就是在 OTD平台 还有就是广播电台跟Podcast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不凡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说 电视台某些程度上 比较重视在青少年的比例上面 还有广播电台 可是在Podcast 它注重的是 学龄前的儿童节目 我觉得这让我看到一个 有趣的一个对比 不过我还是觉得 就是我们所有为儿少节目 制作的团队 我们都希望能够 因应这个新媒体时代的这个趋势 是不是能够多制作一些 新形式的节目跟产品 因为我们做节目 我们把这样的作品 呈现给孩子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与时俱进 美观指出 相当感谢中家宽评 持续赞助经费 推动儿少节目 也感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文化部影视局等单位的支持指导 今年共颁发六项年度大奖 发出总奖金18万元 希望透过颁奖典礼 鼓励台湾儿少节目 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内容 为儿少来发声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从109年开始 与中家宽评合作 推动媒体素养教育 今年进行媒体素养教育活动 推广计划与公用频道的禁用 与推广计划成果亮眼 参与的人数超过了5000多人次 透过各式活动与桌游等设计 将媒体素养教育 推展到社会各个角落 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举办的《眉来眼去》 媒体素养成果发表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红表示 感谢中家宽评的大力赞助与支持 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推广计划 今年透过多场公私立大学课程补助 讲座与营队等面向的推广 让媒体素养的触角 扩展到更多地方 在中家集团的协助之下 推动媒体素养 那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那要很感谢很多参与的 我们这一个这一年来总共 补助了31门的大学的课程 所以后面有一些老师很热情的出席赞助 那有一门高中的为课程 那我们总共有办127个大学 跟高中的讲座 大概有4000多人次的参与 那我们还有三场的营队 还有六场次的读书会 还有六场次的公用频道禁用的影音产制内容 后面有好多朋友是参加这一次影音活动的产制内容 总共产制的50部影片 那成果相当的 我个人相当的觉得还蛮欣慰的 中家集团全省有12家的有限电视系统 的确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我们在各地其实都 怎么讲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透过各地的系统 我们进入社区宣讲等等 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可能老人家长辈尤其长辈 他们每天 以前我常会接到可能爸爸妈妈寄来的那个很多的讯息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透过这几年的推展 我感受到他们已经 至少先查核或者是不是立刻就转给别人 他们已经渐渐知道讯息不一定都是真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炳宏老师的这个指导 他算先行者 虽然他刚刚有说 的确因为这个台师大炳宏老师这边的多年更云以及推广 很多大专院校也开始投入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就是说他的正向力量会透过更多管道 更多学校发展出去 那不过炳宏老师是先行者也是非常有创意的 他针对明年度的这个提案 我们也有一些讨论 那我相信明年度一定会更好 其实现在的选民或民众啊 越来越耳聪目明 越来越可以胜失明 那这真的就是要感谢 每一位在投入在这个媒体素养工作里面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中家啦 包括我们炳宏老师 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老师们跟团队们 那因为你们的这个努力 对媒体素养的投入 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 我们的民主才可以更健康更成熟 所以要谢谢大家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费补助 这个桌游其实不太可能到东部的偏乡 来进行这样子的课堂设计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这一次的经费补助 其实不只是学生受惠 我想东部的非常多的家长 也在这个脉络里面 因为这个整个课程能够得到全额补助 这个部分 一起在这个经验里面 受到相关的媒体素养的训练跟赔力 这次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 然后邀请到的掌座 老实说因为我都要请同学们写心得 那同学每次看到同学们的心得 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 跳出学校的框框的那些资讯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 那个成长跟冲击其实更大 此外有鉴于公用频道的知晓度 仍有待提升 今年台师大也攜手中佳 透过世界咖啡馆 影像工作坊与焦点座谈进行宣导 吸引近200位民众 合作产制出50部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旅程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这个是从高雄到台南 到新北到台北 然后基隆 但是我们又往回到了桃园 这六个县市 这六个县市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坊 其实我们真的是产出了 哇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就像各位刚才看到50支影片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 还是要真的是感谢中佳 那就是说以前真的不晓得 什么我们只知道公共电视嘛 对不对 谁知道公用媒体啊 这是因为参加的这个活动 我们才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呢 刚刚讲说 那自媒体啊 就是说你怎么样拍影片呢 我们也是因为呢 这一个 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多学一点啦 我甚至 拍了我的第一支MV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你知道吗 就像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这一切并没有这么难 如果你敢去做 你做了第一步之后 万事起头难之后 你踏出了那一步 你就可以接着机会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就希望人民只剩下一点点 可以尽用媒体的权利 刚刚有一位先生分享的就是 那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英国海德公园的肥皂箱的概念 每个人都应该透过媒体 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不被任何的不当的力量所影响 因为你在YouTube 你常常会被下架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媒体禁用权落实的 那希望我们明年会更努力 然后在中家的协助下 我们会更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 台师大今年也在推出假新闻查核 与媒体禁用权为主题的 媒体素养桌游 提供民众免费下载列印使用 民众可透过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的粉砖 申请电子档免费列印试完 成果发表会中 台师大也邀请中家宽评 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林 与中家宽评 北建总经理徐巧妮 分别进行摸彩抽奖 让获奖民众相当开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而数位传播的趋势日新月异 台大新闻研究所 携手中家宽评 举办研讨会 针对新闻实践 资讯操控危机与平台管理政策来做探讨 聚焦媒体生存环境与态度 如果国家没有公共电视 媒体生态与新闻会是如何 台大新闻所研讨会开幕主讲人胡元辉 透过媒体转型与民主永续主题 探讨公共媒体引领影视产业的责任 也开启听众思考对公民媒体的想象 那事实上在数位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媒体有非常大的冲击跟演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生态 那在这个媒体生态里面 商业的媒体 公营的媒体 它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触发来看看 到底在全球 面临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挑战的时刻 西方的公共媒体 他们在想象什么问题 台湾的公共媒体 又面对什么问题 就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 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数位世界里面 找到公共的价值 换句话来讲 就是应该让公共服务可以在数位世界里面 得到充分的实践跟延伸 这样子才可以面对我们现在一个 资讯时代的混乱或者不是讯息的挑战 这个场次是有关媒体转型跟民主政治 那与会者都主张说 公共利益导向的媒体应该要通力合作 然后提供好的内容 然后强化媒体素养 那长期能够深化民主政治 由台大新闻研究所与中佳宽平举办的研讨会 以数位传播新趋势为方向 针对新闻实践 咨询操控危机 与平台管理政策来探讨 期许大众面对平台化的新闻乐听环境 能够自主选择偏好与分辨真假新闻能力 台大新闻所今年的年度研讨会 那我们其实还是延续着 对于台湾的新闻媒体数位转型的关切 所以我们今年的研讨会 安排了三场主要的讲题 那分别是从平台化的这个数位汇流 对于新闻产业所造成的影响 然后呢当然也是这几年 大家非常关心的资讯操控的议题 还有针对这些数位平台 我们要如何的治理跟管理 那从这三个面向着手 那我想这几个议题 都是我们现在的新闻媒体产业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我想其实今年NCC 才刚提出了一个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那引发各方的关切 那还有非常多议题就在于说 那新闻业因为面临到非常大的 这个营收的危机 那在这样的一个数位汇流的环境里面 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为新闻业 还有民族的发展 要付出相当的责任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研讨会的 关注的重点所在 我们非常高兴 其实从今年以来 我们就跟中央数位公司合作 所以让新闻所可以在每年举办三场论坛 跟一场研讨会 那这一些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这也是一种公共教育跟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那透过这一些议题 然后我们邀请非常多专家学者 还有业界的代表 来分析目前最新的情况 跟大家认为未来的 因应的对策应该是什么 研讨会除了开幕演讲 上半场的平台化新闻生存 讲述现今的媒体环境 下半场也针对资讯操纵与内容平衡 探寻这对月听众长久有何影响 并期待透过媒体素养的教育与宣传 数位平台的管理对策等 优化传播生态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和中佳 攜手举办的研讨会中 邀请到业界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分享面对现今环境的生存策略 与经营改变 如何在流量与内容之间取得平衡 同时与阅听者沟通互动 现代人频繁在线上活动 包括接收讯息 社交互动等 就连购物 休闲娱乐 阅读查找都依赖网路 改变了传统的资讯接收方式 新闻媒体也面临着 数位平台化的考验 在内容与流量间拉扯 重述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向与模式 在台大研究所和中佳宽平 合办的研讨会中 就针对新闻实践与使用者互动 邀请业界分享经验 我们讲那时候一个优势 是因为苹果的市占率很高 所以当时其实新闻很快 我们不到两天 我们一天的点阅率平均值 就可以破两千五百万 那接下来每个世界就不断的成长 有什么症结啦 有什么高雄气暴 有台南地震啦 高雄捷狱等等的一些事情 一直带上来 它的发现成暴 你知道我最高做到一天 我在的时候 最高做到四千九百九十五万 差一点点到五千 那个目标一直还没当整 可是那时候我们去看它的整个流量来源 全部都是直接流量 就是说它有八成是从APP进来的 到两千年之后开始慢慢出现的网络 但是当时网络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真正我认为台湾的新媒体的 就看到我们就提到 新媒体的整个被大家重视到 或者是被看到 其实是2014年的太阳发血运 那时候我服的单位是金正传媒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我们做出来我们的新闻 真的也没有苹果多 新闻也没有苹果看 但是我们想到一个 因为我自己从电视来出生 我想到做的是直播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们利用日本的一个直播平台 我们就是大家如果印象的话 它是用两个那个 蓝白假假托放了一个iPad 直播了立法院里面那三天的情况 那当时只有一个媒体把它放在授业 然后也帮那些学生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 就是NOW NEWS 因为那件事情我们的流量 并一直破一千万 现在天文中有五千万我们自然很看眼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当时也是天文数字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太阳发的血运 大家开启了另外一个新媒体的事态 就是原来网路可以成为另外的事态 但当时FB也还没有崛起 更不要说Youtube 那时候用的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免费的软件 然后我们就做了三天 大概七十几个小时的直播 这些科技的大厂套 它提供的这些技术的支援 这个除了将我们的NOW提上去之外 重要的 它把我们的传播力 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它也拉到了一个所谓 因为他们所谓自由平等公开的 传信中去到这个平台上去展示 那所谓平等的话 就是他们所谓的演算法 所以演算法是没有公开的 用它解决 我们也不知道 它演算法随时都可以改变 我们并不知道它的 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新闻工作者在禁足月听人点月率之下 评断新闻内容的标准 不再如从前的看法逻辑运作 媒体和月听人之间相互影响 产生双向的选择与沟通关系 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 业者纷纷面临产业困境与挑战 但在改变传统新闻产制模式时 也坚信保有公平正确且优质的内容 是永续发展的核心目标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箭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公布奖励得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箭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再来是破案消息 刑事局近年来侦破了一座 以类P2P为先驱原料 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制毒工厂 另外还联手关务署 查获运毒集团引进口宠物用品 猫杀名义夹藏超过5公斤的毒品 以行动整线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 警方来到邱信嫌犯住家 地上摆满各式各样制毒工具 宛如一座小型化学工厂 警方发现嫌犯以类P2P为先驱原料 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没有以往制毒过程 会产生的刺皮化学气味 嫌犯自认天衣无缝 遭专案小组查气时 当下还在网络自学制毒流程 浑然不知已遭警方锁定 我们历经半年的根间修正 发现嫌犯陆续的购买 制造毒品所需的仪器 化学气泥 化学品和化学学区原料 然后我们在本局的毒品查理中心 跟本局建树科的协助事项 确认上述的一些物品和制造毒品 我们在11月底 建时机成熟 然后申请居客 收手票 对嫌犯住处进行攻坚 发现秋嫌 在住处以往入制血的制毒流程 再搭配这些制毒化学先驱原料 没有刺激的气味 来规避民众的检举或者是发现 那本案是国内首建 以类P2P 来制造第二级毒品和Vitamins 我们适时查获 可以有效的斩断毒品的攻击 然后本局也会持续的统合 各警察机关的增产能量 然后统合各项的情资 来持续的打击毒品 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另外曾山大队则是联手关务署 查出运毒集团 从德国以宠物用品猫杀名义 寄出国际包裹 内藏5.125公斤的毒品凯他命 集团由帮派成员策划 指挥进行毒品运输 利用分层转手 领受毒品包裹 以躲避警方查契 那基本上这个 假以进口宠物用品名义 一来入台的这个国际包裹 是从德国寄进来的 那实际上呢 在整个组织的一个规划里面 其实早在很早之前的时候 这个编道蒙尊议会成员 这个 防禁耸岛 他其实早就已经招募好 有一二三层的一个犯前 来进行一个分层转手 来进行断点 那甚至呢 他们也为了要找人头 所以去找了一个李星辰 担任其他提供人头身份证 所以呢 整个他的一个邮包的流向 就是先由第一层的诚信 诚信的这个犯前呢 去来接收这个毒品的邮包 接着呢 他们再到一个困境的地点 交给第二层 那也同时呢 会去指挥監督 他们在取货当下 也没有司法单位正在监控 那接着呢 他拿到以后 会再交给上层的这个诚信干部 最后才交给这一个黄信的首脑 那整个专案调查耗时了五个多月 那我们调查发现呢 这个半毒总司机款呢 他是利用分层转手的一个方式 来躲避警方的查器 那我们全案总计查器 以后手脑贴到我们正义会主嫌以外 同时也查到了一二三层 各层的一个主嫌 那我们同时查扣了Ketamine 毛重5.125公斤 以及半毒账款 新台币三十九万四千两百元 那也呼吁民众勇于检举 提供相关的制毒走私半毒的勤资 那最高的检举奖金 可以高达新台币一千万元 如果因而破坏的话 那这个奖金都很高 那也请民众们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会以匿名的方式 来做这个检举笔录来进行调查 那检举署最近针对黑道帮派的一个党籍 当然他所引申赖维生的这些犯罪 包括毒品走势案件 或者是毒品贩卖案件 都是他们生产的这个攻击 那这次刑事局的曾三大队 也就侦破了天道蒙正义会的王姓成员 他利用转手 层层转手的一个手法 用邮包邮寄的方式 加长了5公斤的K他蜜 在关口被刑事局曾三大队的一个满足 把他轮下来 那另外最边境企图的部分 近期从去年开始在官务署的一个邮件中心 所查获到的这些毒品的邮包案件 也交过刑事局来做后续的一个追查 那从去年9月到现在有追查出来 8件14人的一个涉及邦派的邮包走私毒品案件 那这个层再再都显示出黑道邦派 涉及到毒品案件的一个情形相当的一个严重 所以也列为掃当毒品 也就是在打击邦派犯罪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检测署也针对这些经常黑道邦派的一个活动 这种积极的这个场所也就是高风险的一吸毒场所 总共有12处的一个扫荡 那这次也扫荡了一个处所 同时有28人在那边吸食毒品的一个开发的情形 那另外也有190处涉及到的一个这个场所的一个违规案件 也用行政裁处的方式来加以采访 这在在都是要断结黑道邦派它的一个金钱的一个来源 那检测署这边要再重申 针对黑道邦派所引申的这个毒品 进入到毒品的走私 或者是特地场所的一个维护 或者是营业的一个生产来源 都会一一的加以解数 一一加以查细 警政署长黄明昭表示 将持续统合各警察机关量能 加强情资整合 建制毒品资料库 有效打击毒品犯罪 达到溯源刨根的目的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第四届《新兴艺术记》为爱转动 10月15日起于华盛文创园区展出 期盼透过画作短片表演以及许愿墙等形式 让大众得以借自闭症患者的角度观看世界 希望共好发展协会 从绘画、音乐、舞蹈延伸 为自闭症患者打造视信课程 也举办艺术季为他们提供专属的舞台 因为我们的孩子80%跟90% 他其实没有口语跟无口语的孩子 然后我想再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他的想法用画画的方式宣泄出来 那至少要有个出口 那既然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办发展 他知道等一下会有很多人来看他的画作 他就会很开心 本次展览主视觉也是由协会自闭症孩童设计 画作上的恐龙各自污着眼睛、嘴巴和耳朵 象征自闭症孩童有别于平常人的感官体验 协会也一次设计天使视角同理短片 希望民众给予自闭症患者包容及鼓励 取代害怕或生气等负面情绪 不管是一般人就是 或是像我们这些孩子有自闭症 或是学习障碍等 给他一个空间 虽然我也是自闭 但是我是初步的自闭 希望是说 我们给希望有一片天这样子 就是我跟他相处了那么久之后 我就发觉 我们有一些小朋友 其实他看到的东西 跟我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或听到的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看到的东西其实是那么可怕的 他害怕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说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就能够同理他 尽管看世界的角度不同 透过绘画 自闭症孩童能够找到情绪的出发口 画出心中难以用口语表达的故事 也因为振奋改变 他们逐渐变得外向及自信 走出原本孤独的世界 也慢慢找到自我价值 因为像这种特殊生的话 大部分都被 都有点被与世隔绝 让他们走出来 慢慢的 我发现他们 这有很多小孩子 都慢慢的变得很有自信 他们这边的孩子 跟我们平常的 遇到的自闭症的孩子 都好像都不太一样 感觉到他们是真的是喜欢 像是画画 然后还有这个协会 举办的活动 拿起画笔 自闭症患者在图画纸上 尽情挥洒 此次艺术季不仅让他们 拥有被看见的机会 也让大众明白 即使受口语表达障碍所限制 自闭症患者也能透过艺术创作 展现无穷的想象力 记者郭文鑫 黄家安 郑存芝 台北报道 手机随着时间日行月异 根据网络报导 在2020年65世以上人士中 就有68%拥有智能手机 但在2021年提升为73% 这片手法也越发猖狂 前代年轻人是否会担心 家里的长者抽片呢 请问你如何看待长者中度使用手机 我觉得没有很意外 也就是好像蛮正常的 你如何看待家里的长者 或者是家长过度使用手机这个习惯 对我来说我已经习惯这件事了 因为在家里的长者全部一回家 可能就是直接先滑手机 看剧现在连吃饭都是看手机在吃饭 所以我对我来说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也希望就是大家不要那么着迷手机 就还是可以人与之间有一些沟通 你们如何看待家长过度使用手机 或长者 嗯 我没什么意见啊 就是如果他们能找到自己 能用手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没什么关系 嗯 了解 我是怕他们会接收到一些不时机的讯息 哦 要 对 你如何看待他们现在过度使用手机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趋势吧 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都不得不去使用手机 嗯 比如说像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要付钱 或者是办理一些业务的话 现在很多都会变成线上处理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不算是 就是可能也不是说不好的 那是算是一种现代的趋势这样 请问你如何看待长者或家长使用 过度使用手机 嗯 我觉得就是现代年轻人都蛮常用手机的 他们有可能学一样吧 就是看着人的看着人 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用 想说这样子比较个人上潮流 我觉得算是他们是想要找一个东西来陪他们 请问你会导致长者 过度使用手机导致诈骗的发生吗 嗯 还好 虽然西晚潮在爆 但在我认识的长者之中 大家对诈骗都蛮有防范 你会担心长者使用手机导致诈骗的发生吗 会啊 会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就会不容易陷进去那个诈骗的手段里面 对 你们会担心他们被诈骗吗 会 哦 会 你会担心自己的父母或是长者有被诈骗的可能性吗 呃 会担心他们会被诈骗 但是还是会更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去多了解 请问你会担心他们会被诈骗的可能性吗 嗯 对 会很高 请问你会担心诈骗发生吗 就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像我们那种年轻人都会被骗的 他们何况是他们多对 你会如何降低父母或长者被诈骗的可能性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收到一些什么重热透啊 还是什么防疫补助的讯息 我就会帮他们看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 你会如何去防止家长或长者被诈骗的可能性 可能就多转发一些正确的资讯给他们 你会如何防止家长或长者去被诈骗的可能性 呃 文章吧 就是转发一些文章或者是新闻的连结 对 你们会怎样去防止呢 去防止他们被诈骗的可能性 你说防止他们被诈骗 对对对对 当然就是基础的宣导要做好吧 就是在用手机之前基础的宣导 还有一些政府有在推广的防诈骗的政策 要就是可能跟他们告知一下 送给他们看 对 你会怎样防止父母被诈骗的可能 可能平常就跟他们说一下吧 就是不要相信网络上面的谣言 然后跟他们说反诈骗专线之类的 你会如何去避免或者是说你会如何去降低父母被诈骗的可能性 呃 就是平常就要跟他们宣导这些指使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使用一些 像手机上面一些APP这样是对的 然后告诉他们现在最新的诈骗话术是什么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过度使用手机 已成强态 但却往往成了黑客诈骗的攻击对象 根据2022年台湾网络报告指出 台湾整体上网率已达84.3% 显示台湾人网络使用年组度高 随之而来的 变成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犯罪分子的抽屉目标 希望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以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要被一时的利益所迷惑 导致诈骗的发生 以上是曾佳勇台北报道 随着DJ播放的热闹音乐 上千位民众在街头上跳起摇摆舞 一同参与这场城市里的艺术童乐会 这是一年一度的白昼之夜 随着疫情趋缓 今年活动回归实体举办 从傍晚6点到隔天凌晨6点 在士林周边四大园区展开 今年强调接地气的白昼之夜 邀请了许多新生代的年轻创作者团体 其中由北一大舞蹈所和新美所合作 带来的超虚真科技肌筒展示现场 以台湾传统民间信仰为主题 结合舞蹈与科技技术 穿梭在围观人群中 带来吸睛的创作演出 就是在一大里面 比较多会对照的观众 可能会比较严肃或什么的 然后可是我们这个演出 其实有点ㄎㄧㄤ 然后我是觉得蛮好笑的 就可以跟大家玩这样 知道是在白昼之夜的 这样子的破坏场地的时候 那我们也因应这样 有一些调度上会变成 用表演去代理观众的视线 除了今年刚开幕的北一中心外 白昼之夜的活动范围横跨了科教馆 天文馆 儿童兴乐园和视林观底等四个园区 吸引了四十多万人涌进视林 不过过来的人潮也造成全场拥挤 智利宴室所在的文林路上 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引起民众对于动线规划不良的批评 虽然白昼之夜活动后 有民众反应 动线规划标示不明 导致观赏体验不如预期 但兴起有趣的作品展演 为视林的夜晚炒热了气氛 也吸引许多民众到访 在西围场的街道上感受艺术的魅力 今年71岁的画家林鸿佳 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甘蔗原日记画展 作画田径朴实 让观赏者融入其中 这档展览几日期展出至12月21日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正在内湖公民会馆展出的这档画展 有好几幅画的主角都是甘蔗 71岁的画家林鸿佳 回忆起小时候的成长经历 对于甘蔗有独特的一份情感 而且不只是画甘蔗 他也很喜欢吃甘蔗 我会走路这个艺术这一条路呢 应该是算我从小就受到学校的老师 他对我的欣赏 每年都代表学校去比赛 后来一个阴眼上我去学画了 所以我就立志 我以为我要当画家这样子 但因为在学画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生活的绝技 所以我留到市场去 当一位消甘蔗的剪裁 每天就在市场里面卖甘蔗 早上去批发甘蔗 就是肩膀要烤一大捆甘蔗 然后左手是哦 脚趴车把手 然后后面车架 再载那个番茄或是香蕉 到市场里去销售 就是一边在卖这些甘蔗 一边学画画 但在这个中间也是有想要放弃 但因为后来老师跟我说 你不要放弃 你来学画 我不用跟你说学会 就是你每天 帮我从五楼扫到一楼就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我就继续在学道去当兵这样子 就是我当兵以后就开始教学生 也是我人生的 一直顺利的一个起步的开始 所以那时候都非常的忙 每天大概做画桌 大概又做十几个小时 除了睡觉之外 就是在画画 画到然后到 这是我人生 应该在创业这个阶段 然后一直到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的画桌是供不应求 大概画没有干 人家就买走了 就用车来载走这样子 我对甘蔗的喜好就是 因为知道甘蔗它的营养 我觉得它是非常天然的 所以我因为卖甘蔗 一定会去试试看这个甘蔗它的 好吃不好吃 或者很软的是很硬 是不是很脆 大概你拿起来 如果你把它这样震动 它很有弹性 那个甘蔗就是非常好 非常容易啃的甘蔗 那我现在 因为喜欢啃甘蔗 到目前都还是 每天大概都会去买甘蔗 像我一年大概 它会啃八十只甘蔗 像我现在的冰箱 还都是甘蔗 所以我学生 还开玩笑 跟老师我可以跟你换牙齿吗 我觉得你牙齿非常地硬朗 这次展览的画作 除了让人看到乡村田野的风光 与农作物之外 它也透过几幅画 来表达自己人生的心境转折 我从小就很喜欢画海浪 那这张海浪 就是在象征我在创业的时候 就是满怀冲敬 相群走 才言管境未立愁 生活无足 就是未生活这样子的 那就是这张画对我来讲 我在创业那个阶段里面 对我的那种的奋斗那个精神 我觉得是相当大的鼓舞这样子 这个瀑布也是我曾经常在画的 以前都是在表现它的一种的美感 那画体都会把它呈现叫什么 西边之美 后来把它融入到生活中 把它就是人要懂得呢 开眼觉流 因为我每天都会听到 手机里面打过来的 你有没有卡债 你要不要借钱 你要不要车贷 可能人在这种生活当中 应该有很多人是在缺钱的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呢 开眼觉流 因为以我本身我是比较喜欢 尝试各种的计法 比如说我在画画的时候 我会加一些沙在里面 我也会加一些咖啡渣或者是木屑 像这张我是把一张画布 上面先贴上一张仙纸 然后用手去把它捏一些造型 然后看它是形成什么的形状 我就来做个创作 比方说这张它捏好以后呢 它刚好形成了有五棵树 我来表现一张五棵的烟花 这是代表一种烟花 上面很多有这种树枝 就是用仙纸去把它捏出来的一种的效果 这样子的 那上面这些点呢 比较大点是用画刀原料调多让它去留下来的 比较小点是用刷子去把它甩的效果 这样子 这张画是表现比较于空灵感 就没有像以前画的那么的紧密的感觉 比如说这个比较有放空心境在画了 这大概是代表目前我的心境 可能会比较于 做事会比较无为这样子的 像我那一块地 我当初在仲子的时候 非常期待 你赶快升赶快升 但后来觉得 就是我认真重 要升不升 你去决定 你去决定就好了 就当做一种比较无为的 不然以前都会期待 重什么赶快升什么 那现在不会 现在我就随言 你要升就升 不升你也可以不要升 这样子 所以目前的心境大概会像这样 比较有一个空灵感 就是它的画风 其实我是觉得很 很就是很灵活 而且很多元画 它不是只有一个画风而已 而且它又很活泼 那还有主题 你看还有那个什么 Jugana 有没有 还有羊乐多 就是这个系列的这样子 那它山水也是有山水啊 对啊也是有 然后它也有意境的啊 好像这个后方那一幅画就很空灵 对很多风格 那刚好我自己很符合我的个性啊 我的个性也是属于多元画的 兴趣广泛 画家林宏佳因为热爱画画 从12岁开始画到现在 已经画了近60年 后来自己开画廊 卖画之余也教学生创作 他说接下来想好好研究 改用画刀来作画 所以我大概我人生到这个阶段 从非常的艰辛到忙碌 到现在是一种在左放空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是在于 在效法我们的前辈画家 叫做红衣大师 他是在大陆内非常有名的画家 后来他就到深山去修行这样子的 那这是我目前也想追随他的脚步 那另外一个期待就是 我这次画画以后呢 也是准备要封鼻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封鼻呢 就是学生常跟我说 老师这个学画画以后呢 每次在洗鼻都非常的麻烦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自己呢 我今天先封鼻 那我到山林中 我再研究一套 用画刀来画 一刀画到底 那以后里面画画就不用再用鼻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 这个展后以后呢 我大概这些的期望 也希望可以早日下山 来跟我的学生分享 一刀画到底的乐器 这档甘蔗园日记画展 展现画家多元的创作风格 也诉说着画家 从早期艰辛的生活 迈入创业奋斗 一直到现在悠然自得的心境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到内湖公民会馆来欣赏画作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 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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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其谈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民进党在集中市场选举 虽然弱败 不过在市议员选举创下了夹击 提名了13席 拿下了12席 打破了历届记录 对此民进党 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表示 未来将严格监督金融市政府 勘请市民荷包 对于12月25号即将登场的议政选举 苏仁和也强调 民进党绝不缺席 虽然金融市长选举失利 不过在市议员选举上 民进党却大有展破 提名13席 上了12席 打破历届记录 其中中正区与新医区更首次两席全上 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说 我们议员当选率最高的一次 提名13席当选12席这样 加上国民党这一次议员席次减少 没有达到议会过半的门槛 因此对于这一次正副议长选举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强调 民进党绝不会缺席 国民党选择在议员这一方面 是选择不见得有比较好的理想 所以只有当选13席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12席跟13席 跟国民党13席 那么在就任之后 那么就要展开议长跟副议长的选举 我想我们民进党 民进党籍的议员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是不会缺席的 不会缺席 那当然我们要当选的门槛 议长当选的门槛 当然是要过半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 自从我们自己提名之后 那找其他的一些五党籍或是亲民党 甚至于国民党要支持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也都热烈的欢迎 而对于在选前提出包括赠送青年 电动机车等政策的金融市长 当选人谢国良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主委素人和表示 议会党团一定会严格监督 看紧市民荷包 不让金融市再走回负债老路 因为林党在八年来 他从来每一年的预算都没有集结 这些像中央集结这些预算 这些金钱来扩充这些市政 所以我想谢国良应该最先表态 你不要说因为只有把要搞一些 像哥哥罗这些撒大钱这些的政策来实现 然后害金融市的财政又来负债 那这样是不对的 那你应该首先就是说 要像林又昌说 刚当选 第一个绝不向中央再集结 而且还要还债 苏仁和表示将警数邀及十位议员当选人 开会延伤团结合作在议会发挥最大的力量 监督市政为民喉舌 不辜负市民的付托 记者张旗潘基本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即将动工新建 展示解说中心的和平岛诸圣教堂 考古遗址又有进展咯 工作人员在18处落端坑位 进行考古视觉时 发现了一具新的遗体 不过这具遗骸与先前出途的些许不同 带您一起来了解 考古挖掘人员小心翼翼的清诊遗骸 这里是和平岛诸圣教堂考古遗址现场 目前正在进行落竹坑位视觉作业 结果在一处坑位发现一具新的遗骸 特别是这具遗骸 还与过去初读的遗骸有些许的不同 虽然它遗骸的位置方向跟以前都一样 但是这一具遗骸上面 它有两块石头压住 那么至于为什么会有石头来压住这个遗骸呢 考古团队他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 再去研判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从文献跟其他各方面的去做进一步的去探究 那至于遗骸本身 因为还要再做清洗清洁等等的 跟整个的研究 所以目前一些比较具体的遗骸本身的这些相关资料 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提供给大众 让大家了解 这是这一具遗骸跟以往最大不同的地方 至于新遗骸的发现 会不会影响展示解说中心的施工进度 金融市挖掘方面也做出回应 这个展示中心的设计案 现在已经都进入到了细部了 但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已经都尽量再去避开可能的位置 那么如果说 发现到了这一个遗骸的位置 也去影响到的话 因为在当时设计的时候 已经有预留一个弹性处理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适当地去做对应调整 再不去破坏考古坑的文字价值 跟重要的文物的前提之下 这些我们都有一个因应的方案在 所以这个倒是可以不用担心 挖掘方面表示 在尽可能不商计考古遗址的前提下 解说中心将采落柱最少的工法设计 因此才就结构落柱的位置进行视觉 预计18处坑位发掘完后 将由施工单位接手工程进行 记者张旗腾进行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